本地骨痛热症病例持续攀升 今年累计的骨痛热症病例已经达到6000起以上 超过去年一整年的病例总数 当局上个月发现的医文资生处 也比2月份激增了近一倍达到2400个 国家环境局将展开更多的稽查和宣导工作 国家环境局文告说 我国上个星期共通报了941起骨痛热症病例 比前个星期多出了208起 当局上个月发现的医文资生处比2月份多了近一倍 截至这个月26号 本地共有193个活跃骨痛热症集中区 尽管当局从年初开始在机构伙伴和社区合作之下 已经清除了394个骨痛热症集中区 占总数的67% 但是仍然发现一些地点的医文资生情况严重 当局表示将采取执法行动 对付屡次被发现资生医文 或让医文大量资生的产业业主或住户 出犯者可被罚款高达5000元 监禁不超过三个月或两者兼施 而重犯者的刑罚将加重或被控上法庭 大量资生兴党的口徒